我活動的時候 我在我的書包裡面 我就拿課本拿出來 一個保險套掉出來 然後我還在想說那是什麼東西啊 他就這樣撿起來給我 你帶這東西來學校幹嘛 老師那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叫保險套 但你為什麼會戴 對啊 媽媽放的 我媽放的 那你女兒成長過程當中 你覺得最讓你感覺到蠟燭兩頭燒 最忙不過來的 是哪一段她的成長的事情 說來慚愧 我應該沒有這段時間 因為我滿月就上來台北工作 就都是我的爸媽幫我帶 就有人在照料她 對 我以前沒有高鐵的時候 我大概半年可能半年才回去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跑 因為八點檔你可能明天就有了 妳現在有高鐵沒有用 妳女兒在英國 對 所以知道她多貼心 她後來在英國有確診 但我卻不知道 怕妳擔心 對 她怕我擔心 是剛好我有朋友去英國 然後想說要幫我去拿東西給她 結果她才 我朋友才私底下傳訊息給我說 妳女兒確診 但她叫我不能告訴妳 因為她下來拿東西 她不敢跟我朋友靠近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很擔心 但是我又不能講 然後妳就飛過去了 沒有啦 這麼遠 她不是妳親身的 她好像講得這麼遠 我說妳賺那麼多 沒有 沒有 可是她還太貼心了吧 我們的工作很難這麼多天啊 對 妳嫁很難請 很難啊 但是就是還好 她就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對 今天呢我也是抱著一個 取經的心情來 向各位媽媽 說好說 你一直在取經耶 我一直在取經 我一直在取經 我們講完就不敢生了 對 要去了解到怎麼樣在工作 生活跟育兒這中間 取到一個平衡 育兒要像放風箏 對 你不能夠那麼緊 到了高中 就是你會擔心 是不是要提早做阿嬤 對 教男女朋友 或找戀這些的問題 保險套有沒有戴 對 對 但是育兒很帥啊 我國中的時候 我在我的書包裡面 我就拿課本拿出來 一個保險套掉出來 你的 我剛好做 老師就剛好在 我的那個走 我是做最後一排 我比較高嘛 老師就看到掉了一個東西 老師可能一眼就目測 覺得那個是保險套 他就走過來 天啊 然後我還在想說 那是什麼東西啊 他就這樣撿起來給我 你帶這東西來學家來幹嘛 老師那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叫保險套 但你為什麼會戴 對啊 媽媽放的 我媽放的 哇塞 阿嬤不跟我說 阿嬤也不知道 阿用我的臉 阿嬤不跟我說 打電話叫我媽來學校 你兒子戴保險套來學校 你兒子戴保險套來學校 那我放的 國中 因為我媽跟你 還好他有承認 重點是他有承認 因為我媽不知道 怎麼了解自己的兒子 他也不知道怎麼開口 他也不知道怎麼開口 他也問不了說 你有交女朋友 你有過性經驗了嗎 像我對我女兒就這樣 我不敢講 不敢問 我就會故意說 你知道嗎 我年輕的時候 就講講講 我就講幾個經驗 給他聽 但我也沒說 你不能怎樣 但我就講給他聽說 我現在很後悔 當初應該怎麼樣